由南投縣國際捷人會所舉辦的 109年捷人杯桌球錦標賽 與南投國中盛大舉行 吸引國高中及大學選手踴躍報名參與 藉著競賽讓選手們互相交流 提升自身實力 是相當好的一項競賽 南投縣國際捷人會 在南投國中舉辦這個捷人杯 桌球錦標賽 就歡迎來自全國各地的桌球好手 來到這邊南投好山好水的地方 大家互相切磋球技 那希望藉由這個桌球比賽 能夠推廣到全國各地 吸引各地的學子大學來參加 因為運動的孩子應該桌球首腦並用 應該學業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運動風氣 南投國中校長程恆旭表示 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 而南投國中也有桌球隊 也讓校內桌球隊藉由競賽來互相學習 捷人杯這邊 是在學校這邊辦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南投國中承辦捷人杯的一個活動已經是第二年 那非常歡迎全國各地 有70隊的一個500多人來參加 這個桌球的一個運動 那當然這個運動因為來自於全國 所以說大家可以切磋整個球技 那在這個場地能夠互相的一個學習 那南投國中因為設有這邊的一個桌球隊 我想在各方面的一個活動當中也透過這個機會來學習 讓體育班桌球隊的孩子能夠獲得更多的一個成長 歇雲張家哲表示 桌球這項運動相當好 尤其能夠培養學子專注力以及靈活度等等 也歡迎愛好桌球的學子們來學習桌球並參與競賽 我想這個桌球活動 對於不管是學生或者是這個大人們 都是一個有益身心健康 然後尤其對小朋友的學習歷程當中 可以培養他們的專注度、靈活度以及這個頭腦的思考 所以桌球是一個非常好的運動 那當然也是我們台灣近幾年來 一個蓬勃發展的一個運動 尤其在這個世界的排名上一直屢獲家境 所以也歡迎各位愛好桌球的小朋友們 明年每年都可以來參與我們的捷人杯桌球比賽 當然也歡迎更多的好朋友、小朋友 一起來練桌球 我相信對於你們的學業成績 對於你們的健康都有長足的這個發展跟幫助 透過此次的競賽 讓全國各地的選手來互相交流、揭露 學習對方的優點、改善個人的缺點來增進實力 是相當好的一項活動 記者雄明俊南投採訪報導